本节目由生鲜实彩科技出品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止读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伟选VV 今天我们下了一个标题叫做 一套美中战争 数位制造居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 听起来很矛盾 对 那我们挑的一则新闻是来自于财经新报 那它的标题是说 iPhone14导入长江存储晶片 美国参议员要求情报单位审查 这样子一个标题 接着他开头说 苹果iPhone14计划导入长江存储技术的3DNet晶片 一群美国参议员 以要求情报单位分析 然后全面审查此举 是否会构成国安的威胁 甚至于将会为全球数位供应链 带来重大的隐私和安全的漏洞 我讲的非常严重 是 那其实在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民主党主席和参议员 就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一封信 那那个信里面就提到说 他们呼吁对于长江存储进行全面的审查 因为长江存储跟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不透明 这个信里面就警告说 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奖励中国 进行扭曲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而这些做法将在全球范围内 损害美国企业的权益 并为中国企业创造显著的优势 牺牲了外国竞争对手的权益 他就再一次的强调说 受到苹果供应链签订的重大合约影响 长江存储将威胁到支持晶片生产的2.4万个美国工作机会 是 接着他说 苹果已经将长江存储加入iPhone14系列的 Name晶片潜在供应商名单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加入到这个名单之中 因为苹果以前都是从南韩的三星电子 SK海力士 日本的凯霞 还有美国的这个美光 麦克风科技等等供应商来采购Name晶片 那目前苹果他正在评估 从这个长江存储采购的Name晶片 主要是使用在中国销售的iPhone14系列当中 并未考虑在中国以外销售的手机中 使用长江的存储晶片 但是参议员的信中就有警告 苹果与长江存储的合作将推进北京控制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目标 是 现在等于说是透过政治之手想要干预这个经济 这个也是我们一般都可以这样理解的 现在反正美中关系就非常差 特别是这个科技数位业 可是下一则新闻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一个看法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挑的一则新闻是来自于科技新报 所有F35发动机都有中国制的这个合金 那五角大厦考虑加入豁免名单以维持正常的交货 怎么一样产品两样型都是产品 是 接着他说近期美国五角大厦国防合约管理署发现 F35发动机内它的一个涡轮增压机叫做BOMP内 含有中国制合金的一个联组件 使得美军下令暂停F35这个所有交货事项的一个进行调查 但是由于所有这个发动机内部都含有这项零件 因此迫使国防部考虑将这项零件加入豁免名单中 就让它通过了 是那五角大厦的F35联合生产办公室就表示哦 在F35发动机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涡轮机BOMP里面 有数个磁铁零件发现采用了中国制的合金产品 是 那这个涡轮机构是由捍卫联合国际负责生产 这其实违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军事装备生产法规 那在美国联邦法规里面 它其实有特别禁止任何的国防武器生产链 采用中国的产品 那五角大厦仍然需要针对这项零件的采购跟生产过程 和合约找出问题的环节 避免其他零组件也发生一样的问题 是 最后他说经过数天的调查后 他们发现所有F35发动机 都含这款中国制合金的一个零组件 但是若要全面停止生产出货 并且汰换这个零组件 将会严重影响到这个战机后续的一个交货时程 对美军及盟国空中战力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由于空军已经协同这个惠普 捍卫国际 还有洛克希德马丁测试 证实这款中国制合金的组件 在这个强度和耐用程度上 并不会影响这个飞航的安全 因此五角大厦将考虑将这款零组件 放入特别的豁免名单 以维持这个F35机队生产和交货的正常 V觉得是怎么样 这两则新闻还蛮有意思 还蛮有意思的 不过我想因为一个是晶片 一个是零组件 就很像是数位时代的话 其实晶片就会有非常多储存 跟安全漏洞的一些风险 那如果是传统的零组件 如果是一个螺丝或者是一个转接器的话 也许相对来说 它的安全风险没有那么高 是可是就我一个 如果是品牌商品牌制造商 我就会觉得怎么会两种态度 同样是产品 为什么我的产品就要受到限制 那它的产品就让它过关 这个到底是政治影响经济 还是经济影响政治 感觉起来蛮复杂的 好像并不容易看出这个美国 它就是一贯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了 好像玩在这种两面手法 对不对 有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对啊 而且其实就是在军事产品 如果说他们的军事法庭 有特别立法限制的话 照理来说 它那个规范的规格 应该会比我们的iPhone晶片 还要更高 所以有一点点据杀 看不通了 对不对 那也许有可能是外销的F35 可以采用中国的零件 也说不定啊 是是是 反正我们很巧妙的 就是看到这两则新闻 它的一个这种冲突性嘛 矛盾性嘛 就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了 是是是 大家就不忘听之啦 就参考一下 好 以上内容报道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叔吕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 作家文汇宣Vivi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